张爱玲说 征服一个男人的心 就要先征服他的胃 你喝了我的粥 欠了我的情 心里就要有我了 小文 大哥 大哥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但请你相信我 我会努力的 大哥 可以吗 你干什么去啊 我要记下来 今天是雷大哥和我正式在一起的第一天 最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电影可以看 改天我们去看电影吧 你看 这现在小孩的衣服 真的太好看了 你喜欢小孩啊 对啊 问你个问你 喜欢男孩还有女孩 我 都喜欢 你呢 我 只要是你生的 我都喜欢 我们去看看吧 行啊 等一下 小致 你先进去逛吧 我接个电话过来找你 好 喂 什么 什么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行 行 别说了 我先马上就过来 小致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脸色也不好看 出什么事了 没事 酒店打电话过来说酒店那边有点急事 让我回去一趟 那你去吧 行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自己再逛一逛 让我们电话联系 好的 好的 好 底部 我台下 就这么就 donc 你再逛一个 那个女秘书 好 对 那个 姑娘 那个什么 你是那小文姑娘吧 对对对 现在呢 我也是雷达哥的女朋友了 女朋友 那什么 不是 你不是那个 雷达的经纪人吗 怎么成她的女朋友了 本来呢 我想跟达哥 一起回家 然后跟您二老 说这个事的 但是最近工作 实在是太忙了 也没空回去 不然这样吧 明天我跟雷达 回来拜见二老 好吗 行 行 行 那就明天见面说 再见 阿姨 不不不 喂 喂 谁来的电话 你妈妈 我妈 你都跟她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呀 就说明天咱俩一起回去看的 什么呀 快吃饭吧 正好吃完了 我们去买点礼物 起儿 还要排队 排到哪 terminology 夫妻育儿讲的我 你听爸爸真 Yaslin 爸爸 樓上不就带着大妈下手吗 为什么 太肯 你看什么呢 身体不怕 爸爸会一直陪着你 爸爸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们听医生的话 还是吃药会好得很快 知道吗 妈妈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妈妈也会一直乖乖的 不 不被乖 这小女儿知道你不害怕 女儿啊 我哪知道 她这女的是她媳妇 我哪知道啊 这我就问她去 别个大草惊蛇 怎么办 拿着 来 带我去 封下来 回去让姐定夺 掩护我 爸爸答应 新姐 等你的病好了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 好不好 好 孙女小朋友在吗 在 到你了 好 走 爸爸帮我进去 嗯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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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了 喂完了你 你活不起了咋的 我郁闷 你不郁闷你就不来找我 你不郁闷我就不知道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看哪 你就是活该 老马 我本来是找你解心宽来的 你怎么连半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啊 你要我说什么 你要我劝劝你 那个小文姑娘多好啊 对你一往情深 你要好好地对待她 放弃那个许致 那还是让我劝劝你 放弃小文姑娘去追许致 谢谢 你呀 要我怎么说好嘞 就你那么点心思 我比谁都清楚 你现在就是说硬着头皮 去跟那个小文姑娘好 那无非不就是 那天你喝醉酒了 那天那个了嘛 要对人负责任是不是 你真正喜欢的 又是另外一个人 一边是真情 一边是责任 很难选择 你说你好不容易 从小云的影子里走出来 我老马多高兴啊 她没想到 你总是在感情方面犯糊涂 我要是知道你跟许致的事 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放弃 哪怕是就撞南枪 撞得头破血流 那也不能放弃啊 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你怎么可能就拱手让人呢 如果说当初啊 你不放弃许致的话 或许会峰回路转 也就没有后来这些事儿了 妈 我觉得 这都是老天的安排 是不是老天 知道我心里有别的女 替小云来惩罚我 我 简直就胡说八道 我闺女就是那种 小肚气强的人吗 自己没本事 她赖过姑娘身上 完蛋的玩意 那别说 晓雯也是个好姑娘 这可能就是命吧 好 那你小朋友在哪儿 在 到你了 好 帮帮帮你进去 姐 姐 我都没敢让咱爸知道这事儿 咱爸也要是知道了 非得把这艾伦给批了不可 你没看完呢 这后边还有呢 我用看了我相信她 姐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么确凿的证据摆在眼前 你还相信她 我是觉得这段视频 跟艾伦对我的感情相比 实在不算什么 再说了 她要是真的有个女儿 我觉得也很正常啊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是还没有一点故事啊 是是是 她有个女儿是不奇怪 但奇怪的是 她有个女儿她没有告诉你啊 而且她和她的前妻和女儿 一直在私会 我觉得这就是她人品有点问题 那就是 好了好了好了 这事情不是还没有查清楚吗 不要这么早做结论 姐姐 你知道你现在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吗 就是和这个艾伦 及时地划清界线 斩断情思一刀两断 我觉得 艾伦没有告诉我事实 应该有什么难言之隐 事后她应该会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的 我怎么劝都没有 你真是无药可救了 行了行了 你别瞎操心了 我能不操心吗 你是我姐姐 我去上厕所 你自己好好想想 快去吧 走 走 喂 小致 你在哪里我想接你 好 你在哪儿我来找你 差不多了吧 急上吧 这哪儿够啊 你等会儿我再没瓶酒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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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没什么 好了是吧 走吧 走吧 这就是我的女儿辛迪 答应我 先别生气 耐心地听我把话说完 可以吗 你说 好 我现在还没有和辛迪跟妈妈离婚 事情是这样的 在新加坡我的家族和她的家族是世交 同时也是商业合作伙伴 我们的这段结合 完全是因为我不想违背父亲的意义 但是结婚没几年 我就对这段所谓的商业连移后悔不已 因为我发现我根本不爱她 我和她的感情其实早已经破裂了 我有多次提出遗孤 但她就是不同意 总是拿 争夺辛迪的抚养圈来要挟我们 不得离婚 所以才一直拖到现在 我为了避免跟她在家里 无休止地争吵 为了不让辛迪活在一个 不快乐的家庭里 也为了自己的一些亲近 我选择了来到中国做生的 没想到 你说 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真爱 从遇到你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觉得花光了这一辈子的运气 你就是我的命名 是我想后半辈子在一起生活的人 于是我加紧了对我妻子离婚的催促 但是每到这个时候 她就拿鱼娅出来说什么 因为她知道 辛迪在我这儿有多重要 是除了你以外的全部 所以我想先选择隐瞒你 等一切事情尘埃落定以后再告诉你 但我没想到这一次 她竟背着我偷偷地把辛迪带到来找我 结果在飞机上去空调着凉发烧了 关键是辛迪她有先天性严重的心脏病 稍微有一点头疼脑热 如果不加以注意的话就有生命的危险 我那天在跟你逛街的时候 我突然见到她妈妈的电话 我的心一下就紧张起来了 我生怕她有一个三长两端 所以只好找了一个以工作为借口 抛下你赶去了医院 以上就是全部的事实 徐致 对不起 我欺骗了你 韩星卫 你对我如此诚实 其实我也是不想再忍受内心上的煎熬 才告诉你的 我的内心 其实不允许对我心爱的人撒谎 那天在医院里 我又再次跟她提起离婚的事 但她总是以心里现在还在病床上有多可怜 还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我 我现在也十分无奈 十分痛苦 我知道 对你隐瞒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们作为爱的人 我应该尊重你的感受 所以 我今天把这一切都告诉你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面对这个事实 我们一起来共度这个难关 是 如果 你要是接受不了Cindy的话 你也可以尽管提出分手 我尊重你的选择 Cindy好可爱啊 我很喜欢她 艾兰 我不允许 你再说出刚才那种丧气的话 我以后也不希望听到你说分手这两个字 我 非常能够理解 你对Cindy的感情 我愿意和你一起照顾Cindy 我相信 我能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去照顾Cindy的 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想尽一切办法 去治好Cindy的病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立刻马上 跟Cindy的妈妈做个了断 因为我不希望我今后的生活被任何人打扰 好 我答应你 这件事我会尽快处理掉 一处理完 我就立马和你结婚 和你 还有Cindy 组成一个让旁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好 谢谢你许臣 给我吃 干吗呀 你想过点事 你把我拉招该干什么 坐下坐下坐下 我说雷达 你是怎么想的呀 你这找来找去找了个女下属 还是我们都认识的女下属 你脑子你没问题吧你 有什么问题吗 对啊 这 这小龙姑娘本身是没什么问题 这人品呢 干活呢都没得说 你看那活干的 那是一把抓得好什么 小龙姑娘 你这刀工还真不错呀你 谢谢叔叔夸奖 雷达哥他可爱吃我做的菜了 是去雷达他自己家做吗 对啊 雷达他现在已经不自己下厨房做过了 他现在呀 什么事都让我动手 自己变懒了 一动都不动 对啊 你想没想的呀 咱家本来就没钱没事 你还找了个女下属 咱家找儿媳妇的标准 你无论不知道 要么那得是大官的孩子 要么那就是大款的孩子 太不济了 你得干妈找一个知分子的孩子吧 我看小龙姑娘这个 哪条也没占 小子是什么 小妈 你啥意思啊 这找女朋友不是买东西 难道还能推货啊 怎么不能啊 我还告诉你啊 小文这个 不符合咱家标准的未来儿媳妇 你必须给我换掉 说得轻松怎么换 我不管你怎么换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我也不管你有什么手段 总之 换掉 爹 干嘛 没事 看看儿子 慢走啊 你们俩一个接一个的 是对小文是多不满意啊 你妈是不是全力上跟小文分手啊 你来不也是干这个的吗 我跟你妈的观点不一样 我觉得小文这姑娘挺不错的 上了厅堂下了厨房 人家又那么老实 又那么踏实 难得 你可千万别听你妈的 瞎咧咧啊 男女之间这点事 关系是你自己 只要你喜欢就行 儿子 有件事不是把我当说不当说啊 你说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文姑娘 你们这关系有点不太正常啊 有吗 你爸我是过来的人 当您开歌舞厅的时候 什么样的姑娘我没见过呀 男女之间那件事我门清 这关键是啊 你得问清楚你自己 看看你自己 是不是真心地 喜欢那个小文姑娘 这是关键 我知道了 老雷 我会想清楚的 这就好 是不是你手机响啊 我行 你打电话吧 你自个儿啊想清楚点吧 天津 等你的电话 咱们带你去和小文好不好 好 那这小朋友在哪儿 在 到你们了 好 那帮帮帮帮你进去 哥 王朝 这视频怎么回事 我和薇薇去医院 无欲间得到的 我留了个心眼就录下来了 这视频还有谁看了 就你和大姐 许致也看见了 哥 现在大姐可魔障了 你特别信任艾伦 谁都劝不动 你赶紧劝劝吧 雷达 吃饭了 我有急事 走 我先送你回家 老雷 您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不是 这饭都做好了 叔叔阿姨 那个 我先走了 你吃吧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你看 我就说这不靠谱吧 你说这 这桌菜什么时候吃的完 这不费我多少钱你说 真是个样 我给你劲 不是 你跟人说什么了呀 你跟他说什么了呀 我没说什么呀 你管我说什么 好 到家了 给我打个电话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在酒店啊 上班呢 喂 许总 麻烦签个字啊 下午下班之前记得 一定要把最新的酒驾报表给我啊 好的 许总 谢谢 你是许致吗 您好 请问您是 怪不得我先生非要带我离婚 原来是有个狐狸精女同事啊 看你长这个样子 就算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妖精 不好意思 这位女士 我并不认识您 您要再这么胡说 我是可以报警啊 怎么 破坏完别人家庭 就跟没事一样 你这狐狸精的心理素质 还真是好啊 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我知道你是谁 首先 我并不知道艾伦没有跟你联合这件事情 不过她事后给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其次 我跟艾伦是自由恋爱 不是你所说的狐狸精 和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都说狐狸精是离牙俐齿的小贱人 果不其然呢 但我告诉你 纵使你会说话 能力又强 长得嘛还有那么几分姿色 那也没有余 像你这样的女人 艾伦见多了也玩多了 并不稀奇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不要再想了 在艾伦眼里 你并没有那么重要 对艾伦来说 她的女儿 才是她生命里最重要的 绝对不会是你 即便是这样 为了她的女儿 艾伦也不可能跟我离婚的 小姑娘 我看你的岁数也不小了吧 但总归呢 我还是比你大 还是叫你一声小姑娘吧 你就不要再做梦了 你只不过 是艾伦人生路上的一个驿站 而我这里 才是她永远的家 我知道艾伦在乎她的女儿 而且我也并不建议她有女儿 我相信 以后我们三个人 也能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 你还真是不要脸 坐着别人小三 还在这里理直气壮呢 你以前怎么干什么 走 走 你还怎么生活下去 大家快来看一看 看看这个小三 抢了别人男人 我今天不会让你走 你放开 你放开 放 不会让你走 妈 我们爱走 是永老婆 再让我抱你了 再让我抱你了 我说呢 她爬得这么快 原来是有内情啊 你今天 你放开她 你放开我 我叫你小三 你拉着我干什么 你是谁啊你 我是她的保镖 你给她碰她 我就拳揍你 你是她的保镖 我看你也是她的 好拼头吧 放开我 别胡说 出去 放开我 来 出去来了 快 你敢打我身上 我给你冲鸣 你敢打我身上 你敢打我身上 你咬人哪 你敢打我身上 你咬人哪 你咬人哪 不是 没事吧 放开我 放开我 我给你走 我给你 走 放开我 行了 别站着就会现眼 行吗 我打死他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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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你刚才的行为 简直就是一个泼妇 哪里还有一点 大家贵秀的样子 我是泼妇 是 我刚才是泼妇 那也是你逼我的 要不是你 不断地跟我提离婚 不断地羞辱我 还背着我 在外面找晓三 我至于现在这样吗 你现在还简直是 恶人仙道状是吗 还诸过这些日子 还会用成语的 是不是也是那个 红衣经教你的 你 你竟然为了那个女人 要打我 来 你打 你打啊 你打啊 以后不允许你 这么叫许致 听见没有 艾勒 你也别忘了 我才是你的合法妻子 但是我已经给你过够了 我告诉你 现在如果让我抛弃一切 我都要和你离婚 抛弃一切 你的意思是说 两个家族的生意 你都可以 不管不顾不问了 是不是 你这样做 怎么跟你的父亲交代 不要拿家族的事业 和我父亲来压我 我已经被你们用这些事 禁锢了这么多年 我时候够了 我们俩的联谊 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 一个错误 为了家族的利益 我出满了我自己的自由 我出满了我自己的爱情 但是 现在我再也不想这样下去了 我要把我丢失的东西 一一地找回来 可是你别忘了 你终究还是家族的继承人 你不能这么自私地 只考虑你一个人的感受 你得坚少 担负着所有家族的责任 你必须当初欣赏 别说了 我不想听姐姐 你们爱怎样就怎样 总之 今后家族的事业与我无关 我只要做回我自己 为了这样一个女人 你竟然要抛弃一切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为了许致 我做什么都知道 难道我们八年的婚姻 都比不过你一个认识了几个月的女人 许致能给我的那种温暖 温暖是你给不了的 你更给不了的 是我和许致在一起的那份轻松 那份单纯 还有那自由的气息 你们囚禁我八年了 我到现在才明白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爱情 书军 我是真心爱许致的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过我和许致 我求求你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好吗 要不这样 我 我所有的房子 我股票 我所有的财产 我全部都可以赔偿给你 那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就求你把心里留给我 然后我跟我离婚 好吗 你以为我一直不肯跟你离婚 是因为那些财富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打扰我失望了 你打扰我失望了 书军 书军 你打扰我 以前是我抓李沫的小三 现在我成了别人抓的小三 命运啊 真是捉弄人 你这个跟李沫那事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啊 现在的我 不就是当年被我自己唾弃的那种 拆散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吗 小致 那 你还会和艾伦在一起吗 那手 手怎么伤了 也这么厉害 这衣服也破了 这 要不要紧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还有哪儿伤了 小致 你怎么了 受伤了吗 让我看看 眼不眼中 你别碰他 出去 你别碰他 出去 小致 我想和你单独谈一谈 你还有什么脸跟他单独谈 给我滚 不让我揍你啊 雷达 你先出去 这混蛋这么欺骗你 你还要跟他谈 你先出去一会儿吧 我先找药箱跟你处理一下伤口 以免留下发开 来 认真一点 来 跑到里面 你干什么呀 许致 我对不起 今天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一个意外 都是我妻子的一派胡闹 我请你相信我 我这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 那就是我现在面前的这个女人 只有这个女人 值得我放弃一切 我的财富 我的家族 甚至是我的尊严 我保证 我一定会和他离婚 离完婚 我们就立马结婚 小致 我请你给我最后一个机会 也请你给我们的爱 最后一个机会 好吗 我愿意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爱兰 请你不要再辜负我对你的信任了 不会的 谢谢你亲爱的 好吗 这样吧 你也早一点回家休息 我送你 走 你 过来一下 雷达 你要干吗 是吗 其实你放心 我绝不揍他 我就想跟他谈谈 没事的 你等我一下 雷达 今天的事谢谢你 别跟我扯这些 好 虽然许致原谅了你 但是不代表 野人就会原谅你 我明白 不过你放心 以后我会加倍对许致好的 都是男人 少拿哄女孩开心的话来对付我 你要是针对许致好 你就马上回去 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 我会的 我会处理好这一切事情的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其实许致 他内心非常脆弱 他只是想找一个 爱他的人 让他拥有安稳的幸福 从今以后 你要好保留地对他好 如果 你再伤害他 我绝不饶你 我绝不饶你 你也不想找他 你再 manages 你这次想找他 你再来 我会想找他 你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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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看见了 雷达 你站住 都已经这样了 你对许致还是不死心吗 我只听说许致出事了 我不能袖手旁拐 那现在人家的事情已经自寻解决了 你以后能别让他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了吗 雷达 雷达 你跟许致的过去我都可以既往不咎的 我只求你以后 能别再跟他联系了吗 我们两个人 安安静静地过属于我们的幸福日子 好吗 雷达 小薰 等一下 小薰 我想你跟你亲亲 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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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谢谢观看